我们在利用那个JsonConverter做一个转输出成JsonExcel的一个方式 把Excel转成Json,更正一下 把Excel的档案,像刚刚下载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输出并且存成一个副档名为.json的一个档案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程式码我一样有把它放在云端47页的地方 那这一段程式码我把它Ctrl-C 直接来这边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当然我先把资料先抓下来 那解析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直接就贴上来 好像底下如果你假设没有贴错 还有你那个模组可能比较容易出问题 就是它要载入完整你再贴过来 你不要说它还在跑 你就把它Ctrl-A 有的时候可能底下那个程式还没跑完 那贴过来应该理论OK 再来的话另外那个工具设定引用项目 这个可能要打勾 这个没打勾也不行 它会出现错误 OK 之后的话那资料很快的就被我们把资料给全部下载下来 应该没问题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再做汇出的动作 也就是说把这个资料从Excel变成一个Jetson档案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当然这地方的话它这边有个范本 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要输出的就是可能有几个栏位 可能只要姓名、Email、电话好了 这几个栏位 我希望把它汇出 OK 那汇出到哪里呢? 我把它汇出到我的桌面上好了 比如说我在桌面上我有建了一个资料夹 叫Temp 那我希望把这个资料 就输出之后呢 帮我存成一个叫Data.Jetson的一个档案 那当然我们用一个Open Open的话呢 就是建立一个档案名 档名叫这个名称 放在哪个位置 然后For Outputs 放在记忆体的这个位置 然后分别把它Print出去 Print的话 一样会呼叫Convert to Jetson的一个Function 然后丢给它一些资料 让它帮我转换 所以这个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做到 将来如果你假设要把它汇出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已经汇出成功了 所以在这个路径底下的话 就有一个Jetson的档案了 按右键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应该看起来没问题 OK 因为我这边有显示它的换行 所以我可以把特殊资源 把它关闭好了 不然它会显示出来 OK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架构一样是中瓜糊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有三个栏位 有三个key 然后放三个资料 总共应该有十笔 应该有十列 那就可以快速把资料 通通把它汇整出去 OK 那这个功能的话 等于是 就是这个Jetson Converter 的一个比较 我是觉得比较方便的地方 OK 那这个OK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把它换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就是那个PM2.5的这个资料的话 不过可能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资料本身 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PM2.5的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因为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资料丢给那个刚刚的Jetson Converter 前面有提过 它那个可以读取的话 一定是什么 外面一定是一个这个什么 中刮虎 尾巴中刮虎 所以这个头在这里 尾巴在哪里呢 尾巴在底下这边 后面的 底下这里 OK 也就是说啦 你不能把这一个Jetson 全部丢给那个 就是Jetson Converter 直接去读取 不然会发生错误 那我们可能还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他讲说 你帮我找一下 找这个位置 就是找这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我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取资料 那取到哪里呢 取到后 中刮虎的位置 再把它丢给什么 丢给那个Jetson Converter 他处理才OK 你不能整个丢给他 因为我讲过 因为Jetson 档案格式 其实还蛮多种的 那你一定给他处理的话 只能用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我想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 输出成 这个Jetson 档案的格式先练习看看 另外的话呢 也顺便把它 把它换成那个PM25 试试看 OK